《原住民與博物館》 各位朋友 今天是我們台湾圓民中心 《原住民與博物館》這個系列演講的第三場 那我們今年是《原住民與博物館》這個主軸 就是我們活動的主軸 所以我們這個學期是安排一個月一場演講 一共四場 我們下個學期會有一個 在大概十月份的時候會有一個是論壇 這個論壇 我們雖然說《博物館》實際上 從每一場演講 如果朋友注意我們的訊息的話會發言 其實後面講的是《文物返還》 所以我們的論壇會針對《文物返還》這個主題 那因為在台灣談這個題目雖然是有 可是是陸續的間歇的故事 這個題目一直沒有很清楚的美 拿出來作為一個重要題目 清楚的徹底的談過 我們這第三場演講會是很多人期待的 因為紐西蘭很多的文化資產 獲得原住民族的權利 這一方面議題都比台灣早了幾十年 那以今天我們的講者杜麗晴小姐要講的這個文面頭顱來講的話 這個在紐西蘭其實1970年代的時候就開始有這個作法 那台灣到現在還沒有正式的談這個議題 那其實我們的文字法在修法 這個議題也沒有直接被帶出來 那這個議題存在不存在 什麼情況下可能大家把它拿出來談 我們不管我們先做準備 我們來看這個為什麼有一些地方已經在談 他們可以怎麼談 那之前我們有的文物訪團的講者 他的談法是從文物來談 那今天土地形象也比較特別 他感覺跟人體比較有關 可是我們知道在紐西蘭那個例子 毛利相關這個例子裡面 其實Human Remains 人體骨骸跟文面頭顱是兩個類 對 實際上是兩個 因為我看這個東西了 所以今天我相信杜小姐可以幫我們 對這個議題有更深的認識 不管是毛利的 這個議題跟毛利的特別關係 以及毛利這個議題跟一般的人群 有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然後毛利人怎麼做 這給台灣有什麼樣的參考 可以怎麼樣來參考 那杜小姐是北藝大的博物館所的碩士 拿到碩士 拿到碩士 然後目前他有很多的很好玩的工作經驗 目前是在國議會的 國議會工作 那聽起來都還滿羨慕的一個工作經驗 那我們今天就歡迎他能夠跟我們分享 這主要是他碩士論文的一個研究心得 那我們先歡迎他 謝謝同老師 謝謝同老師 聲音音的到嗎 請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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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老師有做一個簡單的開場 那我非常謝謝同老師 之前就是我去紐西蘭的時候 其實同老師正主持著那個 就是南島國際研究的這個部分 那我很幸運的獲得了兩次的資助 那這兩次的Brain 讓我在紐西蘭待了四個月 所以在這個四個月間的話 我進入了Department Museum做了這個研究 那這個研究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我們今天看到這個題目 Poinmoco是他們 等一下我會講 他是後來他們對於這個文面統一的稱呼 當然這個中間有一些過程的改變 但最主要 我們今天在談文物返還的這個議題 其實我們可能要放一個projection在這邊 因為文物返還的議題在 紐西蘭本身就是多重的 第一個是毛利族本身 他們稱之為康囊的這個保障 被就是在殖民時期 幾乎散視到國務館裡面的 Department現在有的重要議題是 就是部落的這些 這些族人想要把他們在 就是國務館裡面的一個重要的會所 在就是拿回部落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文物團團的議題 那這個是紐西蘭針對物件的這一塊 但是我們現在在看這個物件的這一塊 其實跟背後的這個祖民是有關係的 等一下我就說明一下 那另外的這個文物團團 還有很多重要的議題 就是當我講這個Human Remains的這個部分 它又有兩個主要的部分 一個是就是我們一般來講的舞台或遺憾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經過加工製作的這個文面鋒爐 那今天我比較把我的題目 focus 在這個Human Remains本身 就是這個文面鋒爐的這一塊 所以在這個文物圍盤這個過程的議題裡面 我只要討論這個部分 那今天因為剛老師有提到 這是我之前碩士論文的一個這個綱要 所以大致上面就從我的碩士論文出發 那在等一下給各位看到的這個簡報內容裡面 也有很多是我在當地做的訪談 那我想這個訪談 因為是第一手的直接接觸 所以我覺得這個資料 可能可以握得出來讓大家理解 現在的毛利主人更容易看待這個 剛剛講的這個投影動動本身 那其實我給各位看這張照片 我想有人可能在FB或者是一些網路上面看過 主要的這一張照片是當初我為什麼 會想要做這個題目很重要的 我的動機 大家現在看到裡面似乎唯一活著的這個人 他的整個遺骸我們這樣講好 因為他已經死掉了 已經化為成土 那反而是這些我們當初被視為遺骸的這些頭顱 某種程度的永恆現在被保存著 那我想這張照片給我當初的衝擊是 我本來就想要做跟毛利主有關的研究 但是看了這張照片之後呢 我其實是決定要做這個人類遺骸的研究 等一下我再說一下這個整個故事 可是各位看到這個影像 其實我想可能第一頁也是相當的衝擊 那因為我想現在大家可能不太會有機會 真的見到這個頭顱 因為本身毛利人從大概1970年代已經開始呼籲 不要再展示也不要再公開的有照片 那所以現在看到的大部分是一些理事照片 那這是有一位作者 他自己 他自己在爬書資料的時候 他看到了這樣的一段畫 那這個後來是這個Herry Stevens 他的一個拍攝目錄片 他提到的 那他提到了這個頭顱原來是掛在 剛剛那一位活著的人 那一位少將的身上 那他看到的是 以前是有點像Decoration在他的牆上 然後如果他睡不著 他要使心情平靜的時候 他躺起來就去這些房間的掃 所以這個可以表現出來 當初這個作者 這個收藏者 他其實是把這些頭顱當成一個收藏品的概念 所以對他來講是一個物件的概念 是一個裝飾品的概念 那我剛講完了這張照片以後 其實我第一個想法是 我們今天看待在博物館裡面 如果還有人在展示這些銀牌的時候 他到底是人還是物 這是第一個問題 因為人後部的話牽涉到的是人權還是物權的問題 但也是現在希望在討論的人類以臺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concept 如果你把它當成一個人權的問題的時候 你的處理方法 畢定看它是一個財產 不全是不同的 然後另外的一個議題是 實際上面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個原住民的這個運動 是一個全球性的運動 那在這個運動慢慢的發生的這個過程裡面 是不是有改變我們要出軌位的這個行為 跟這個擁有一台的這些博物館機構的態度 然後再來的話 Depapa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機構 是一般來講過去 就是人類一台的博物館的這個行為 通常不是由博物館主導的 博物館通常是一個被所取的單位 但是他們是在什麼樣的機緣底下 變成一個要求要回歸的這個機會 然後再來的話 物件本身它的歷史裡面 它有一些黑暗面 那這個黑暗面在今日的毛利人的眼中 或者是說在它的傳統文化中 它有沒有一些改變 就是我剛說對於這個題目的有興趣的地方 然後整體上面來說的話 我做了幾個方式來支撐這個研究 第一個是文件上面的研究 當初有很多航海家或者是一些冒險家 尤其早期簽出 就是歐洲人早期跟老迷你簽出的時候 我都有留下一些關於 福利儀式 然後這些 特別是Polymoco的 相關的文件 那這個是我主要的法術和對象 然後當然就是 黑帕帕目前現在的現況 也是我當初所關注的 再來的話就是 田園財經 剛剛提到大概四個月的時間 待在有些來 黑帕帕工作 跟他們一起實際上工作 然後再來 比較可惜的是 目前我剛剛給各位看到的 這些Polymoco 已經有 將近170尊回到了黑帕帕 可是沒有1尊回到他們的 地位 就是他們的附落 這個中間有一些 就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也是可能未來研究的方向 很少我們再說 那我想 我們在討論回歸這個議題的時候 它就是兩兆雙方 特別在討論 就是國際回歸的這個議題的話 不免的會把它變成一個二典 或者就是 擁有物件的這些歐洲的博物館 跟想要拿回這些 尋先遺憾 或者是物件的 跟助理 所以我把它推開兩個視角 來討論這個問題 第一個當然是 因為它是一個國際的議題 那通常我們都會回到 就是 法輪的上面去討論 那的確現在在 國館裡面的回歸的這個議題裡面 其實 在國際法裡面 它本身是有一些 發展的歷史的流程 但是我想 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就是 對於早期流失的溫度 這些像 這些議題本身 是很難解決的 不管是法令 或者是這些公約簽訂之後 為的是要防禦未來文庫的出口 或者是非法覆盡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 剛剛我提到的這個 公約公口它的議題 大概是發現在 就是1840年以前 那在1840年以前的話 當初沒有什麼國際法 又捨破 這個回歸的這個國際公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在近期像1993年開始 就有一些毛利的宣言 不是 就有一些原住民的宣言 那 最有名的這個 阿達圖馬宣言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毛利的會所 它本身這個議題 發生的時候是 徒人想要把他的座所拿回來 然後後來就在這個會所原先 蓋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招開了一個 就是原住民的 大家的那個會議 那這一次的會議裡面呢 有一些共識 所以就共識就發表成了宣言 然後2007年 這個大家比較熟悉的是 原住民的宣言 那現在在這些宣言 不但是宣表我的態度 也希望做為未來的 意義法人的參考 所以它本身實際上是沒有 所以沒有更多法律效應 它本身是一種道德塑成的這個部分 那在博物館間的話 也有一個Icon的這個職業道德的守則 那在這個職業道德的守則裡面 是想要跟原住民的社群做做做 所以本身它也是一個道德權說 跟價值任務的這個部分 那在國家 如果我們先討論到那個 文物歸還的時候 大概都會從國家的場面討論 那特別是在人類遺骸的這個部分呢 大部分早期會收藏很多人類遺骸 或者是很多我們講的這個聖物的這個部分 培葬屋聖物的這個部分 都來是在地國的這一塊 所以目前在過去就是 美國裡面搜查看 或者像美國的英國 都有一些法令可以支持 那當然就是美國的這個部分 大家熟悉就是 針對於它就是美國的援助力 是針對它國內的這個援助力的這個部分 所以它本身如果是要運用到國際 比如說像毛衣服要去跟美國的國務館 申請就是人類遺骸的違規的時候 基本上面它是沒有人使用這樣子的 然後在那裡都國的話 是跟主持法 大概在2014年的時候主持法 的第47條 那這一條它就主要是能夠讓人類以排 從國務館的館藏中塑銷 那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要申請回歸的第一步 其實是要讓它不是國務館的財產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不全的概念 如果這個是我在我國務館的館藏裡面 那我沒有塑銷它的話 可是去補財產 所以你的心情平坤時候遭遇到的利益 還是這個 那再來的話就是 最主要 國務館在擁有這些 我們稱之為物件 或者是說人類以排的時候 它還可以宣稱的很重要的是 科學 科學上的利益 所以目前有一些 原住民的團體去跟國務館 要求要回歸平均以排的時候 第一關碰到的就是 這個以排將來還有科學價值 如果它還有科學價值 它可以進行來研究的時候 實際上國務館都在傾向是 就是我原來把它做作為我要研究的課程 等到有一天我研究完成 直後或者是我對於這個 物件不再有科學上的加持 和時空我可能可以改換 那最有意 最有怎麼講 因為這個最相關的一個就是 通通公投 它碰到的 在大英國館的一個規監案子裡面 它在大英國館要求要規監 通通公投的時候 它有其他人有在大英國館裡面 大英國館 檯面上的理由是毛利福人不再再账這些投入 因為他們要還給原住民的時候 他必須要要求一次再账的需求 但是如果你不做再账的話 他這就是變成他可以拒絕的理由 這是他檯面上的理由 但他實際上面的理由是他認為他有很高的科學價值 可是跟本身這個物件的特性有關係 本身投入 會忘了投入投入 他本身還有很好的體驗 是將來在做檢測的情況 他認為是一個很重要的科學上面的 合理在發揮的材料 所以單國管系統上面是用這個理由拒絕的 拒絕了很多人 那對於毛利福人 我現在獲得的這句話是 我在我爸爸說的號碼說 他本身自己認同的是 由希臺的法律 由希臺的法律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沒有一個人會擁有更多一個人的遺憾 即使是你的子孫 他也沒有擁有他 所以你既然沒有擁有這個概念 由管就不應該因為他是你的財產 你擁有他的反應 所以這是他們在做這件事情 一個非常基本的概念 所以他們會一直不斷的扣問 不斷的一個 一個國務館的環 像單國館他們不斷的 每個一陣子就去問後 他們想要知道他們現在的館長 有什麼改變他們的想法 或者他們整個就是 國務館裡面的態度有什麼改變 但對他們來講 始終這都是我的祖先 這是我的祖先 我放在你這邊 我要繞回來 沒有任何一個人擁有他 所以對毛利竹來講 所有的這些人 他們的遺憾 會是一個人權的觀念 就是說 這是一個人權的觀念 所以你不能擁有一個人 而是你只能 把他當成一個人來看 所以這是我剛講的 無權能源權 上面的觀念 對不起我擋 不好意思 大家聽得會不會有點吃力 心臟 你們要往前面坐 好 我們把飲食整個摩承 好 好 那個電三傳交流 這不只個電三 後面還有個好多 好 是不是 沒關係也可以往前面坐 好 我們盡量來解 那不然是好身材 好 對啊 手勢 對 這樣看字幕也比較清楚 因為這樣看字幕也比較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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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那個 很聰明 好 好 好 所以我們剛剛討論到這個整個國際上 目前對於盟迴歸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有幾個原則被發落的 那這幾個原則的話 就是大部分盟迴歸在這個原則裡 所有一些談判詩人 他的一些道德上不滿的 有一派他是支持 就是我們講的民主主義的文章 他是支持應該要為滿名人主義的 那不管是什麼原因 就是分屬於原先的擁有者 比如說文化的擁有者 所以應該要歸還給他 那剛剛講歸還給元祖國 這個重要的概念裡面是文化上的連續性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因為大家也都會想說 那埃及會不會去要為那些在各大國館裡面的國館 那另外大家現在不太贊成這個意義 是因為在文化上沒有連續性 也就是說現在的埃及人與當初 與當初就是 古的埃及人其實他在文化上是沒有連續性的 所以大家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回到一個民主主義的議題的時候 還需要包含這個文化上的連續性在裡面 然後另外一個說 另外一看的想法是合法性 也就是一個財產屬的概念 就是說今天這個財產合法屬於誰 他是用什麼樣的合法是取得的 這個他是支持的 就是如果他是一個財產的概念的話 他在這個財產概念下發展的時候 那另外一個是道德性 他們認為要用當時的道德基礎來做判斷 比如說我們現在所謂的掠奪 在當時我們認為是一種掠奪 那所以如果我們要討論文規環窮 我們要把他放成沒有的石頭裡面的道德做判斷 那再來的話就是現在現場遇到的 就是擁有這些遺骸 大部分都是我們稱之為的帝國之下的那些 就是人類學文的新自然的石頭博物館 那因為當初他們在設立這個博物館 會是他們在成立博物館的收藏的這個概念 因為他是全人類的文化 作為他收藏的記號 所以呢他們會覺得 這個所有的文化都是一個人類的公共財 那在這是全人類的文化 也在全人類的概念之下的話 無所謂歸法的國館有問題 所以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幾乎除了秘族服務之外 都是比較支持就是永遠的永遠的 那 公共口這個地主比較特別的是 第二個在合法交易的這個部分 因為當初 國館在獲得這些公共口 多半是在一個購買的行為之下 所以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國法的權利 也就是說當初是一個購置官場 或者是一個捐贈的概念進來的 所以本身當初在道德性的這個部分 最主要是很多參與者就是銷售這個部分 實際上他是毛利服務員 是當時的毛利服務員 所以他是一個交易之間的關係 所以今天我們在從這個 整個國進文革的原則上面來看 多半是支持 必須要留在原來的國外 但是這幾年實際上是有很大的改變 那這跟嘴巴巴的新的角色 沒關係等一下我們跟他說 他怎樣用文化的付出這件事情 那基本上面文化文魂歸還 大概就是有三個主要的理由 就是我講的這個另外一方 他們有三個領域的領域要求 第一個大概是會是他的民族 一個文化以及一個神聖關係 然後另外一個是消除國際性 國際性的錯誤性的類似 這個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大概我們講這個國際錯誤的時候 我們大家馬上可以理解到就是 當初就是希特勒在任戰的期間 他所在歐洲所搜刮的這些文化 這幾年也看到很多這樣的文化的要求 特別是在畫過的部分 藝術文化的部分 那很多歸還的文化其實是一個消除 當時國際性的錯誤性 對戰爭的引擎做的部分 當然是不是可以就做 去要求歸還 然後當然就是 以現在這個特勒的例子來看的話 這對英國的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是一個趨直的概念 它是一個無敵四川的概念 對 那如果從這個我們看到這個異體的表面 現在大部分的人知道 通通過這個異體的表面 多半是從它這個回歸的過程裡看到的 那回歸的過程裡面的話 其實透過就是歐洲的博物館的 有些新聞報復生命我們可以看到 那現在郭文某在整個歐美的博物館的話 它大致的情況是這個樣子 它1975到 我們現在能夠找到的最早的資料 我們現在是1770年第一次 就是托克船長的起到西蘭的時候 就開始收藏了 那這個例 到1980年代 1860年代之後 1860年代 毛色橡戰爭為止 毛利戰爭為止 大概就不再會有這些投入的銷售 所以大概是在這段期間 但是本身實際上它銷售出去 只有在公眾的市場是不斷的在流轉 那它那個流轉一直到1980年代的時候 還在auction 就是那些拍賣市場上面可以看得到 那這也是 就是毛利夫人他們最一剛開頭 所追查的那個線索 通常都是從拍賣市場上面 開始知道這些 所先的投入在哪裡 開始做這些計畫 然後 本身它的流轉的方式 過去的方式 當算是從 就是 當時在毛利夫人 當時在紐西蘭的 收藏毛利夫的這些文物的 文物上跟重建上的開始 所以當時它們收藏的時候 把它作為一種文物或藝術的概念 去收藏 或去銷售 然後呢 它們通過澳洲出口 所以在從澳洲到整個 就是一個 所以 很多人可以發現喔 在當時 很多的上層社會裡面 的家庭也是會有 這個Toymoco 所以 國務館後來為什麼會獲得這些Toymoco 很多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Toymoco 是它的家常 然後經過了一百年 好幾個generation之後呢 不再想收藏了 但它也不知道怎麼處置它 也沒有埋葬它 原來把它當作一個文物 送到國務館去收藏 所以 國務館之間有很多的獲得 是透過這樣子的文化 那當時收藏的國務館 因為多半是在地國的民主制國務館 自然是國務館 跟人類學國務館 那也有一些醫療機構 醫療機構收藏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當時 就是對人類做一個分類 就是對人類做一個分類的時候 會用頭骨去測當時的這些數據 去判斷當時的某些種子聰明 或者做一些某些種子聰明 或者做一些某些種子特徵 所以這些醫學院本來就收藏了很多 有這樣子的不同種種子間的頭骨 那這個頭骨 收藏的這個過程中間 它也收藏到文化 所以 現在根據估計 大概有300到350尺 是還在歐洲的國務館 或者是 特別是在德國跟澳洲 德國跟俄國 那這兩個地方是還沒有學人 因為本身 就是 現在沒辦法 人員的 語言的 能力 比較難 來搜集到的資料 然後 還有一些就是 國館的廣場公開的問題 像在英國跟美國 現在的廣場公開 是一個非常強的趨勢 所以很容易找到 還沒辦法 但是在德國跟俄國 現在目前在廣場公開 這部分 還沒有做得這麼好 而且我們是語言的限制 所以這兩個地方 還沒辦法 人之外 有多少 或者是 在哪個國館 那他們的猜測大概是 三百人三百五十個在國館裡面 然後現在已經有兩百一十六個時間 確認了 在某些國館裡面 真正已經回歸的 現在目前是 一百六十十個國館 在他的國館裡面贊錯了 那為什麼不用贊錯這個字面 其實跟毛利子的概念有關係 我剛剛講過 很多人擁有任何人 或任何人類遺憾 擁有這個概念 讓他們不能夠作為他們外藏 所以他們就是把它做成一個 毛利傳統叫做外天堂庫的地方 也就是墓園 有點像墓園的那個概念 它收藏在這個裡面 然後用一種 就是毛利子的氣態 使用它的技術的方法去管理搜藏 所以他們稱之為 我把它稱之為贊錯 其實是用一個中文的介用的概念 那現在大概我們可以看到的 就是通通收藏的總數的話 大概百分之八十 是在我們認為的傳統帝國裡面 像英國、美國、俄國、法國的這些國家 那這裡講到這位聽名的收藏家 大家有對剛剛那個照片 還有印象的話 那張照片裡面的那位男子 就是第一位 羅伯利 那羅伯利他是一個少將 他曾經在毛利戰爭的時候 就是代表英國去攻打那個毛利 所以他在那段期間 大概在紐西蘭待了一段時間 是他的居民生涯做的一小段 那在那個期間裡面 他看了一本書叫做 Old New Zealand 那是一位就是白人 就是一位白人寫了傳統美好 毛利的時代 所以裡面記載了很多毛利的文化 那裡面有一張 等一下我也有獲得一小段給大家看 那這一張裡面呢 他提到的Poemoto 那當時他在紐西蘭的時候 已經買不到了 也沒有辦法接觸到Poemoto 所以他本身是回到文堆之後 才開始收藏 那剛剛我看到他的牆上 大概有33吋的Poemoto 那最後他的最高收藏量 大概是60多 那等一下 然後後來他陸續的就把它賣掉了 所以最大的一批的收藏 是在美國的自然石博物館 在紐約的美國自然石博物館 那他在2014年的時候 回歸到了寧西蘭 那這也是一個很長的談判歷史 那本身 第一次他們要求要回歸的時候 其實上面 就是 紐約自然石博物館 是蠻順硬的 第一個是在法律上面 我剛剛講的紐約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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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法律 它是只適合美國的民主民 所以呢 他們有一個法律給別人用 那後來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接觸的時候 他們是個文化上的文章館 他們在紐約舉辦了一個鯨魚展 講鯨魚這個生爐 他所創造的這個能力文化的這個概念 做為一個展覽 然後這個展覽在紐約的時候呢 他們就用了毛衣服的儀式來開展 所以 當時的一些長老 就跟了這些 毛衣服人的長老 就跟了這個博物館的人員 到了紐約 然後幫他們做了這些儀式 那實際上是真的感動了他們 後來 因為這樣子 開始 他們開始繼續很多的美國的文化 所以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進行很多是透過文化上面的展覽 展示的力量 讓西方的博物館了解 這個文化跟他們之間的關係 這些頭 這些主身的頭 為什麼要回來 是因為實際上的文化效果 那看到這三位收藏家 是上面他們三個人加起來的總數 就收藏了45分 然後我們現在回到了那個 展覽畫 國務館 例如45分 就是這三個人加起來 加總收藏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特性 第一個當然就是 他們的收藏來源都不是在流線裡面 而是我剛剛講的那個輾轉的過程 比如說在市場上收藏也很好 然後 其中的兩位 是文物中介上 就是後面這兩位是文物中介上 然後當初他們的收藏 這個微風的時候 從他們的日記啊 各種文件上面開來 他們都是認為這是一個很美麗的物件 所以是在美學的概念下 他們的收藏 然後 這三位呢 他們的 我剛剛講都已經回到那個 沒辦法 然後 然後 還有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三位收藏的那個 過程中間 他們想要把它還給有些 最近 有一個 剛剛講的Rubley 他是想要賣給 柳西蘭政府 但 柳西蘭政府在 大概 10 10世紀的初期 20 18 20世紀 20世紀的初期 大概在1950幾年的時候 他們曾經想要賣給這個 柳西蘭政府 柳西蘭政府 但柳西蘭政府 一點都不想買 後來他們 後來他才把他賣給那個 柳苑的自然石頭文 當時柳西蘭政府 買了什麼東西 買了他的畫 他的畫裡面有那個 柳西蘭口的畫 但他沒有買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實際上面 整個過程裡面 國務歸款的這個議題 其實他是有有趣的變化 在柳一個時代裡面 即使你要把他管或是賣給政府 他們都不想要 但是到了紀錄片 實際上面 他們現在有點證詢 我們要跟他 我也買這些 大家可能就是 真的很近的看 這個就是本身 偷偷偷的影像 那在這個影像裡 這是大英國務館 有一段時間 他們不小心 公開了他們的點獎 那後來 得不好把國務館 又再去抗議 就是他們應該展示 任何他們的影像 那後來就從 下架了 就從那個 他們的那個點藏 點藏的 online的那個 list裡面下架 所以 你可以看到真的很像 人 好 就是說 跟我們認為的 一般的那種 造型的形象 是差很大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 甚至他的 毛髮都保留 那為什麼會 吃過這樣的 成熟人復健 或是 所有主線的形象 的東西 等下 我們會從他的文化 裡面再慢慢去 追溯出來 那因為大家現在 都沒有機會看到 所以 也只能從 最新的一個文化 大概是在2008年的時候 那這一位是 哈佛的 那個 就是哈佛的 那他 因為 本身在學術圈 所以後來 他就 有機會 去一個 大學的公館裡面 然後 在他們的那個 收藏裡 看 那基本上面 他的那個描述 跟我們剛剛 看到的想像 有點接近喔 第一個 他就是比較乾燥 然後 頭髮都不滿 很危險 然後最主要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是他的嘴唇 會跑起來 那我第二次 在給他髮的時候 做了一個重要的 就是協助 就是 看了剛剛所有 他們已經拿回來的這 一百 一百 六十種針的這個頭髮 然後一一的幫他分析 他所有的這些 就是 特徵 然後他們將來是想 從這些特徵裡面 找到 可能某些須域 有一些製作的 形態 是接近的 所以他們現在正在做一些 分類的分析 那嘴巴會浮在一起 我那時候看 他有縫到四針 八針 一針 都有 那為什麼要這樣縫呢 最主要 是要讓他的 東西 就是 他要讓他的那個 臉質會變形的 大家可以想像 你那個皮跟那個哪 那個皮跟那個骨頭 是會移動的 就是你在做的時候 他是想的時候 是會移動的 所以接下來 如果想做 我幫你讓他骨頭 譬如說 在有孔洞的地方 你要讓他骨頭 然後 不會刨轉 好 那實際上面 也在那些 照片裡面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他剛剛這邊講的這個 不是一些 來自的 不是一些 非常精緻 非常明顯的線條 那實際上面 現在可以判斷的出來 他剛剛講的這個 比較模糊的 這個是自然的 也就是說 我在生前的時候 如果我紋念 那這些紋路 他會變成我皮絲的一部分 對不對 然後大家有看過那個 紋念的 就是他的形狀 已經跟你的皮膚 相前附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是死透的紋念的話 那個刀痕會非常清楚 大家可以想像皮雕的概念 刀痕會很清楚 然後那個顏色的滲透 是還有一些那個 沒有預算的上面的概念 所以呢 所以呢 他現在在分辨這些紋路的真、紋 所謂的真 就是他是 祖先的某一個自然 自然的製作 那紋路 那紋路 就是那些努力的走路 他是因為 商品需要很製作 很多都是從剛剛講的這個線條 很困難的 這個案例的分析裡面 因為每個案例都非常的複雜 那我在我的論文裡面 大概分析了這幾個案例 比較可別的是 我剛剛已經講過大英博物館了 他英博物館的部分的話 他其實是蠻明顯的 就是因為他最主要的是 科學上面的 還有科學上面的 還有科學上面的家庭 然後法國博物館的這個例子 是讓整個這個 Toymoko的這個案例 變成一個國籍主要的案例 最主要的是法國政府 他是在二零 一剛開頭的時候 是法國人王室的那個 資料是博物館 他們自己想要把這個 這個博物館 換點遊戲來 換點黑啪啪 但是呢 他們要玩的這個過程中 黑啪啪的 早老都廢過 所以要做飲食了 然後呢 政府好出來干預 政府干預的原因是說 你所有的法國的 這些 Toymoko 都是政府的國家保障 所以在國家保障的這個理由底下 我不能還給你 我不能把我的國家保障 送給你一次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間呢 就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政府單元 也就是說 他們後來是 部落外交的手段 能解決 那當然這個案例的 比較圓滿的地方就是 後來就變成 全面的歸還 所以呢 由政府主導 然後全面的歸還 那總共還了二十幾天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 但是它有一個非常刺激的地方 呃 我剛剛講的 人類遺憾有兩種 一種就是我們講的這些 soul 或是其他 然後 另外一種呢 就是剛剛講的 Polymoko 可是整個 法國只還了 Polymoko 沒有還任何其他的 民害 所以呢 即使是政府出來 用外交的手段來做 它還是有一些 你知道 區別的 那後來去深究這個原因 呃 因為後來他們就去訪台 就是 法國人還是很想把這些 其他的這些 soul啊 Polymoko 他回來 所以呢 他們就是 通過了很多文化上面的 或者是 一些訪台 發現呢 真正的 法國人的擔心 是我今天一張買了 Polymoko 的Polymoko 那其他族群都會來要 所以 變成 他在物的分類上面 他把Polymoko 分成的是一個比較屬於珍惜的 那種 特殊的物件 因為不會有其他 類似的物件 可以再來 申請 所以 也因為要全面的規管 這些Polymoko 在 在 他們的 英會甚至 他們在國會甚至做了一個 法案 然後是透過一個 法案的產例 然後來 規管這些 這些 好 所以 整體上面來看的話 他們現在 因為 他們大概 估計有90個機構搜索 他們知道的 90個機構裡面搜索的這些 每一個案例都是 武特的案 而且每一個 武特的案 所以 在前面這幾年 他們所能做的事情 都是盡量的 把 有些意外回規 所以他們大概 從去年開始 才進行 就 那當我們講了國際的視野之後呢 我們回來毛利族這邊 毛利族這邊 我們先從文面開始來講 因為今天這個頭顱 會被留下來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文面 好 那為什麼要留下一個人的文面呢 這個是 就是 天方法的博物館的 管理告訴我們 他覺得 第一個這個文面 他 我們現在 當初我自己還沒有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這個文面 一定可以分析得出來啊 他一定有一些地區性啊 某一些位置會表現 他是從哪裡來的 那後來 我真的進行研究以後 我發現其實不是這個問題的事 基本上面 文面的訊息告訴你 他是誰 他的一生發生過什麼事情 他通常沒有太多的虛擬性的描述 他沒有在某一個地方文上說 我是台南人 你知道嗎 沒有太多地名上面的資訊 他基本上是跟個人的資訊有關係 所以 他是一次 慢慢的 你的人生發展到什麼階段 你有什麼可以說的故事 才會聞在你的臉上 所以他是慢慢的發展 於是你看到一個人全臉都是文面的時候 表示這個人已經夠好 他的一生大概故事都已經 存在他的臉上了 那為什麼 當初會有文面的這個文化呢 實際上面 我們現在看到的說法就是說 一個要開頭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戰爭的關係 我們的 identity 反正遠的人 他是誰 那我為了要告訴人家說 我是一個很勇猛的戰士 我也是一個非常勇猛的戰士 我也是一個非常勇猛的戰士 我在很遠的地方 我就要讓他嚇到 所以我就把我們經營的文在我的臉上 那這些都是我的深居室 所以他最主要是一個生命室的概念 那很有名的文面是這個 這一位呢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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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民族我要稍微看一下 他是 他是 他民族配方 那他在18 二幼年的時候 他自己畫了他這個 他的這個文面 那實際上面他這個文面 他是 簽名的概念 所以 他是在令伍谷的時候 因為他到令伍谷的時候 大家就對他的文面很好奇啊 然後很多人 因為 文在我的臉上 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文面長什麼樣子 是沒有可能 所以 當場 他就畫了他的文面 所以 這是他的臉 然後就是他自己畫出來的文面 那這個文面 呃 就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文面 因為他非常 他的細節 那 一個人的 文面的話 我現在有他的標號 他可以分成 八個區域 往下走 好 這八個區域呢 可以看到 如果你 不是 因為 求長 一輩子都沒有辦法 在中間這個三角形的區域 所以呢 有人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辦法 完成他的 全臉文面 因為他不是求長 他沒有辦法在這個區域 所以如果大家上網去找的話 也可以看到一個 就是在 回多利亞實在蠻流行的 就是他 會 會在 將要過世的人臉上 就是 那個石膏 然後留下一個面 那 當時也有一些 就是毛利 人會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他們那時候 已經不在做 所以他們留下 也是他的那個石膏 的那個面 然後 可以發現 有蠻多的人 是在中間的這一塊三角形的區域 是多的 但他其他地方都 都已經溫暖了 表示這個人 他實際上面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 部落裡面的 很重要的角色 然後也 他也有非常多的戰鬥 所以這個是他大致上面 匯分成這個八個區域 所以 簡單的來講 這個毛利族的文面 其實他是一個社會人的標準 是他的身分 他所做出事 跟他個人後期 也是他表現男子氣概的狀況 是因為的文面 非常地痛 那 通常他們不叫做 他粗 他們叫做 Moco Moco 其實是用森 刺出一個一個小洞 然後連成一條線 然後變成一個 凹凸不平的紋路 那 慢慢映圖的時候 他的臉上的那個紋路 是立體的 所以 所以 他們會稱之為Moco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方法 那 我們現在先來區別一下 那既然有這個文面 被保證下來 那 有一些名詞 都在毛利族裡面的名詞 嗯 如果我們看一些文獻裡面 他會叫 吳風 他的意思是 呃 書寫的頭 所以他把 我們鋼琴張旗一樣 在下面書寫 那書寫的當然就是 個人的歷史 那通常都會稱呼的是 他的 圖先頭 然後 然後 瘋瘋瘋凱 嗯 瘋瘋瘋 是剛剛講的 是文面後文稱 這是文次的意思 然後 瘋凱他原來是奴隸 所以 造語來講 在毛利族的這個階級 是用在裡面 沒有一個奴隸 是可以文面的 因為他沒有什麼歷史好講 喔 因為他沒有防納 所以就是能做 沒有 沒有什麼 只能留下來的 所以奴隸心的文面 那為什麼他叫 奴隸文面呢 其實是一種繁衝 那實際上面 他這個幽默 其實就告訴你說 這不是真 所以我們現在在 博物館裡面的搜尋 剛剛出入了 他是因為商品交易的話 他要不就是 你人的 要不就是 你長的 這個 那另外一個 就是 他們現在 多半在 博物館裡面 都稱他叫 拖一拖拖 那為什麼叫 拖一拖拖 不叫他拖拖拖拖牌 最主要是 他們要取出 剛出的這個 覆蓋的影響 就是說 指稱這個人 可能原來的身份 是奴隸 這樣為什麼可以原來 因為他們現在 所要做的 把這些 奴隸 帶回 帶回來 最主要的概念 是把它當成 一個奴隸的概念 所以 他們不想分別 他原來人的身份 跟他原來的歷史 所以 他們名稱 他叫拖一拖拖 那拖一拖拖 原來是 來源 或者地區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意思 是藝術 拖拖拖拖拖拖 大概是文字 大家剛剛知道 所以拖一拖拖拖 是他們一個專業名詞 在1970年代 從國外面 才開始發明的名詞 是個心 那在我們文化就會想說 欸我們把人家的文盒 我們把人家的那個頭開下來 然後回來做成一個就是經驗物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對方一定會很難過對不對 我們會覺得被戰敗的地方很難過 我實際上在毛利組的文化不是這樣 一個人會被做成空一空一空 表示這個人的攻擊一輩子是沒問題的 所以呢 所以一旦我的親人被你帶走 一旦我的親人死在殺場上面 變成一個死的文化給殺了 然後把它做成空一空的 空中的程度也是對我的這個部落 每個人有的這個人都會進行戰略 可是呢 它也同時是一種取落 所以我必須要消除這個取落 我必須要把這個貨物再要回來 再拿回來 所以我要透過各種方式交換 呃 比如說我拿鼓勵去交換 我拿 我再去發動一場戰爭 然後交物獨 就是一種復仇跟平衡的概念 我再去把我的這些貨物拿回來 我的主生的頭都拿回來 可是我這個子孫 或者是我這個親人 是非常的有能力的 所以可以發現 它其實在毛利傳統文化裡面 他們這種貨物的文化是不斷的發生的 所以這為什麼這個部落戰爭 會這麼嚴長 會這麼長的發生 其實都是跟這樣子的關係 是在徵果化的馬大過程中間 所產生的這些平衡的概念 然後 就是 再來的話 就是在那個接觸的時代 就是後送跟那個毛利品接觸的時代之後呢 開始產生了商品的交易 那最主要是 一剛開始交易的時候 大概就是對等的交換 所以那時候一頓的馬 可以交換到一支紅色槍 但是一顆破硬的 可以交涉到一支紅色槍 所以這個實際上是 力之所缺的 而產生的 那我想大家 如果對於那個 接觸史 有一點熟悉的話 大家都看過那個 就是 有本書叫做 叫做 叫做 嗯 槍號 硬訓 鋼骨 對不對 大家都看過這件書 那其實這是一個蠻典型的例子 他一看過那個槍號 最主要就是 毛色槍的重點 那所以 陸落為了 保存自己的 生存的可能性 所以他買個毛色槍後 他在戰爭中 有得勝 那在戰爭中 有得勝的 這個一方呢 另外一方呢 他就必須要再取了毛色槍 所以在這個循環的過程中間 大家都不可求要有毛色槍 然後才能保存自己未來的 生存的條件 所以 呃 當槍是被引進 然後 就發生了毛色槍戰爭 那在毛色槍戰爭的 這個最火熱的時候呢 實際上面 通過的一些價格最高的時候 因為他能夠交換到毛色槍 可能有的 性格是最大的 那當然 後來 冰軍也造成 就是 毛色槍戰爭之後呢 呃 很多人幾乎是死於戰爭 他是死於 那個 冰軍 那 那 也造成了毛利 幾乎要全種 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歐洲的國外 這麼多毛利等 在於一海的收藏 因為在某一個時代裡 大家都相信毛利主要全種 所以他們大量的收藏 毛利主要全種 所以他們大量的收藏 毛利主要全種 但實際上面呢 最主要的是他 大家可以 呃 可以大概想像一下 他其實是某一種 呃 就是 一種 公益的概念 就是你今天要做出來 這個通通都是 能夠放得夠穷 甚至永久 他其實是要有一點公益技術 跟當地的一些製作技術在裡面 甚至他會使用當地的材料 比如說明現在 這樣的材料 然後 去做我剛剛講的 那個 皮膚固定啊 跟額骨頭之間 就是能夠支撐的 這個 所以 呃 基本上面 他要做的這件事情 就是讓他永久的保存 永久的保存 這個人的努力 永久的保存 這個人的狀態 那 呃 大家後來會發現 就是在博物館裡面的研註 會發現 呃 如果他是努力的頭 通常他在自作上 沒有那麼清晰 比較草率 所以我也有看到 蠻多這些 就是 就是 他因為用了過大的 火 過開的製作方式 而造成這個頭部 其實 比如說 可能 頭部或是某些地方 有燒焦的痕跡 就是他在製作上面 也有很清晰 所以呢 實際上面他在對待 親人的頭部的製作 跟對待這些 商品的製作 不太在手掌上 會是有差 那這個就是蠻明顯的 剛剛我們講的 這個絕嘴的這個部分 好 所以後來大家都會覺得 其實呃 有些人真的看到這個 頭部的時候 感覺他是有一種 文效的感覺 因為他的製作方式 讓他牙齒露出來 然後中間 因為要讓他固定 就是有一種 噱嘴 然後再回上的感覺 所以是蠻多 呃 然後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這個後面 他其實整個是膨的 很好 他其實裡面的所有的 就是把牙齒露出來 所以他是有空的狀態 然後必須要用一種 技術讓他可以統合 所以他就會出現 我們那時候在做的時候 就要去算他那個針數 讓他縫合其真 但他縫合其真 那這個縫合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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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這樣 還有包括他需要什麼樣的材料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 未來他們在做這個 物質研究的 很重要的分析 那到底這些東西 就是到底這個 脫衣的活動 會保存在哪裡 呃 剛剛講的就是 Yikita 或是他們的一個 牧人的概念 通常是個洞穴 那毛利斧是多次漲 所以呃 實際上是他們在 這個 其實是埋葬的時候 他們會在地下買了之後 一段時間就把那個 補牌取出來 然後放在洞穴裡面 所有 他們的親戶 親戶保佑 就是親戶都會放在 所有都會放在 那樣的一個洞穴裡面 那每個 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洞穴 所以呃 如果一旦發生戰爭的時候 他們會把這些 補牌後 一個離自己比較近的一面 好 或者是放在 嗯 就是一般 就是生人的村主 最主要是他們要保護這些 所以 伊臺 對我們來講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概念 它象徵的是 一些 一個 或許的演習 那 對 現在的 呃 毛利主人來講 他們 去回到那個時代的想像 他們覺得 其實保存投入 其實就像我們現在 保存 一張照片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那個文明要被保存下來 但當時 呃 沒有書寫工具 呃 當時沒有 一些 其他保存取消的方式 所以他們這些直接的方法就是把頭也保存下來 所以 呃 這個是一個 一個重點 好 另外一個 這個 其實 頭的這個概念 在毛利主裡面 就是一個人很大的 都存在的 所以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 一旦這個人的頭很大 這個是他的區分性更大 所以 我們在探討的毛利主標 裡面 然後 你叫做主線的時候 有時候在毛利主線的頭標很大 都是最大的 所以 呃 所以 所以 我們可以發現 毛利主有很多的武器 呃 其他最主要的攻擊對象 都是攻擊的 所以 一旦這個人的頭部獵胎 這個人的頭部獵胎 這個人的頭部獵胎 呃 過歲了 這個人就 這個人就已經死去了 所以他們的武器 如果你去看的話 大概 呃 很多都是做攻擊的武器 所以 有很多的頭部獵胎 實際上發現 它是頭部獵胎的 或者是說 它真的是一個 往生的地方 可以看得出來 它當成死童的話 是什麼頭部獵胎的 然後 呃 除了我們剛剛講 它發的頭部獵胎 其實上面 它也會增加 某一個人的詮釋 所以如果 今天要開一個 叫做會 這個會就是 我們的一個 就是 部落的區會的話 如果我今天要表現一個意圖 我今天要講話很大聲 我就帶著我自己的頭部獵胎 一起來 它捨破 所以 大家看到它就記得 它就 幫自己 部落做過的所有的攻擊 所以我可能 就比較容易順利 所以 某種程度 它其實也是 就是我們家居 家居裡面的 過去攻擊的相機 那 當然 我也會好奇說 它到底保存了多久 那 到現在訪談的時候 呃 第一個 大家會覺得 就是跟當地的氣候有關係 其實讓我們保存任何的肉體一樣 就是 氣候 當然就是 呃 氣候比較 不好的地方 當然它很容易潮濕的地方 就很危險 那這個是 呃 最主要它是在很淘汰 可是 最主要的是 呃 在後來 當然是你保存不了幾個時代 全部都被偷走 偷走 就變成交易的一項目 那 那 我剛提到的那本書 這個Ontary Sealing 裡面它有一個故事 非常有趣 呃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他們展示敵人頭部的方式 他們 呃 然後立即有抖頭 穿在身上的時候 他們弄了一個矽字架 然後 把頭部就這樣 鋪在上面 所以 這是他們展示自己的頭部 或是敵人頭部的方式 那如果說是一個敵人頭部 他們 有另外一種展示方式 他們的 呃 吞落的要塞 自己有怕 那 在這個 要塞的這個 外圍 在這個牆 他們都會 放起高高的主張 把敵人的頭部 放在上面 就表示說 我們現在很流行 我們一群 不要來放 我來換頭 都會被蹲下來 放在那個 這個上面 不會展示 這樣子 所以 呃 因為 紅的離散 最主要是有好幾個拓授 呃 一直到1840年以後 他就慢慢的消失了 那1840年之後 我們畫毛衣服 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和他簽署人的 呃 一個 跟英文人簽署人的條約 那這個 這個條約之後呢 就禁止了 他們的 呃 就是稱之為野外行為 那包括禁止了 製作的 或是抽油的 這個部分 好 那懷疼的條約 呃 等一下可以 大概說一下嗎 那 這個是第一筆記錄 就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 但是 通通的第一次被記錄 其實是 副本船長到 到了 紐西蘭的時候 呃 跟他一起去的一個 就是 職務專家 這個 他 就買了一份 然後是用一種 帶搶購的方式 他 他 他買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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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的東西 其實是 他 使得 宇宙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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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頭顱其實就是放在檔口 有人買了直接 頭顱再出去 然後直接在身旁發燈 然後 就出去了 甚至到後來 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呃 奴隸的頭顱 有時候這個 奴隸還活著 齁 然後 就有人來講價 然後 開始就在他 臉上的面 那 聞了之後呢 就 如果有人買一支去看價 就製作 所以到最後 其實參與交易裡面 很多 其實就是陸落裡面的 陸落裡面的人 然後 把奴隸當作 效能這樣交易出去 然後 我剛剛講的就是 比如說我們現在會看到 他有些就是 詞後的文念 呃 甚至他沒有遇過 那裏面有遇過 都可以看出來 很高 那在 在現在的 詞上面 看到的 都可以見過 好 那這個概念 其實我後來覺得 對我的論文裡面 很大的起發 就是 為什麼有些 頭顱 他們 可以這麼輕易的 就開掉 就讓他 你知道被銷售出去 所以 其實 毛利族的這個概念 是我們後來的 毛利族人 一剛開頭 並不稱自己是 一個族化 這是 就是 西方人的 那 就是 當時 歐洲人到了 到了 尤西蘭的時候 他發現 那就是 只有婦人跟婦人之間的關係 並沒有更整合 尤西蘭的這些人主的 統臣 所以他 基本上面 他的認同 個人的認同 就是家人 所以 基本上面 為什麼 可以 彈掉 毛利的頭 或者是 可以把別人的頭 交流出去 最主要就是 跟毛利沒有關係 因為他不是我的家人 他不是我的 部落裡的人 我是可以把他交流出去 因為他可以離開 他隨時都可以離開 但 只有我的女性 跟我的 跟我的那個 跟我們家人 是不能離開我的 所以 而且毛利的貿易 會不會保存在自己的情況 剛剛講的 最主要 投影公盒的銷售 或者是製作 在1840年之後 就漸漸變少 主要原因 其實 1831年的時候 澳洲 那時候的 當時澳洲的政府長官 就發現說 這個貿易 這個 投影公盒的貿易太盛行了 盛行到甚至 它的價格在市場 變得很厲害 已經傷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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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人跟那個 毛利人的交流 關係了 所以呢 後來 就明令禁止 所以 再進步到澳洲 好 那受澳洲 最主要行為傳統 法律概念 那後來在1840年之後呢 簽署了這個 排行條約 那在這次的簽署裡面呢 最主要 之後 就在土地上面 就是在毛利族的 土地上面 概念起很大的 轉變 就變毛利族 開始很大 土地賣給王家 就是賣給 賣給中國的王家 再由英國的王家來 賣給當地的移居者 所以 也產生了 後面 這個整個 爭端 好 那這個整個爭端 最後 讓毛利族 進步 絕種的這個態度 這個狀況 在1900年的時候 毛利族大概只加四萬人 這個四萬人呢 這個四萬人呢 這個時間大概七十萬人 那個毛利族 那這個 那這個 這個 這個絕種 這個是為什麼這麼重要 這個 也讓我們重新思考 就是本來它是一個 部落之間 就是 毛利族之間的對話 最後他們 變成一個 國族認同 本意 已經這個 國族認同 本意 其實這個 幾乎業種 這件事情喔 在他們的文化裡 還是有很深的這個紀錄 然後 Depapa是它就是 是現在紐西蘭唯一的一個國家博物館 所以 目前 也就只有這個國家博物館 它能夠執行一些 所以 我用這個帳號 在你們的前面 我幫你戴一下 所以 我就這樣 就幫你穿過 你穿過 你穿過下 好 就 別泡泡 我不能亂動 別泡泡 別泡泡 你穿過 別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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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它委員的一個國家博物館 所以 它現在執行這個 就是我們講的 國際的 迴歸的工作 是只有 別泡泡 別人可以做的 其實這個 剛剛講的這個 原本一台的這個 迴歸 其實在各個地方的 博物館 都有一些 迴歸的案例 但是國際上 我們一樣迴歸 才發出了一些 別泡泡的工作 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可以來聽一下 迴歸 他的發展過程 他是 他原來是 對不對 他原來是一個 殖民帝國館 那我想殖民帝國館 最主要就是 代替 帝國做一些 收集的工作 然後 當初他也是一個 自然式的國館 所以呢 他也收集了非常多的 公園 跟 一切一台 當時 在殖民帝國館的時候 甚至還會再一次 那 後來 他 他轉變的契機 最主要是在 1970年代的時候 整個王力國 歷事 開國 整個王力國的運動 開始 進行了之後呢 在1975年的時候 我剛剛講 大家如果 像我剛剛講說 原來在那個 簽訂懷唐一條約的時候 那個土地的處理 是不公益的方式 他是 可能 透過一些 採訪 或者是透過一些 他們稱之為 城市 判亂 然後要把這個土地 就是在 皇家 然後皇家再派賣給 很多的 那個 很多新的 聚討 是在這樣的條件下 做 所以他產生了 有很多人的土地 是被 就是被採訪 所以在1975年以後呢 開始成立一個反抗議法 來處理這些 沒有實踐 就是皇家沒有實踐 夥伴 跟 跟英國人 跟英國人 沒有把那個 毛利的事為 夥伴的概念 一些不公益的事情 那在整個社會氛圍之下呢 後來在1984年的時候呢 到1986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 財貿物理的展覽 這個展覽呢 是在北美做巡返 大概巡返了兩年 他這一次的展覽裡面呢 他們建立了一個 非常大的自信心 因為後來 他發現毛利文化 非常的符合 而且毛利文化 毛利的這些物件呢 在整個北美的 這個博物館裡面 顯示了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 跟毛利活色展覽呢 對毛利主來講 就是透過博物館的形式 去傳達他的文化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也促成 他們回到國內的時候 就開始思考 我們現在的 對於毛利主的這個 物件 到底是一個 風浮的對待 我們在展示上面的詮釋 是個正確的 所以 變成這個國館 本來是一個神秘的國館 後來 在整個聲浪上 改變了身份 變成一個國家國館 他在這個國家國館裡 他帶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是一個 就是這個 任務 因為其實當時呢 紐西蘭的白人 也遭遇到了一些 身份上的 我已經很多代 都生存在紐西蘭 但是我認同的是 英國人的 美國的文化 可是實際上面 這五國的文化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交易 但是我們生存裡面 很重要的 有文化 英國人的文化 變成 跟我的身份 卻是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 在這個整個過程中間 英天貓類 他能夠區隔 我是一個 如果紐西蘭白人的話 他可以區隔 我這個 紐西蘭白人 跟 英國國館的差異 所以我變成一個 獨立的身份 所以漸漸的 就在這樣子的聲浪 變成了一個 主任的原因 那 《得泡泡國館》 也是在一個 主任的概念上 成為一個新的博物館 然後在1982年的時候 開放 現在大概 還算是一個 比較新的 博物館 他所有的 博物館的建築 都是 一個叫做 雙流文化的概念 所以 或是 或是 英國的 或是 英國的 OK 就是 英國的 一個共同文化 好 好 那 大概 這一段裡面有提到 這個裡面有提到 這個 對 辦法 不管 這個 如何成為一個 國中概念的 這個 文字 好 那這個是他的 國館的這個 建築 他這個 國館建築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指紋的概念 這指紋 講的就是他的 文化 然後 然後 這個他大概 這個他的那個外觀 那前面他放了 三個大石頭 這個三個大石頭 是從 是從 柳西蘭的不同的地方 拿來的大石頭 你看下的就是 然後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講的 雙元文化 那當然就是 雙元文化 他們各自不同的任務 所以他們是 兩個不同的 館長 一個是 毛利圖的館長 一個是 白人的館長 他們各自主義自己的國法式 所以在這個國館裡面 有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 一個設施 叫做馬賴 是他的會所 那在這個馬賴裡面 通常 毛利圖的每個村落裡面 都會有一個字 馬賴是去會所 那所謂的馬賴其實是 他們講的那個 花賴女儀 就是他們的 去會所 我們前面的廣場 那這個廣場裡面 通常會搭在去會的地方 然後 有時候也會在 路子裡面去會 所以 在這個國館裡面 他有一個功能性的馬賴 那這個是他的功能性的馬賴 那所謂功能性 就是他在這裡面 是可以真正主持 不真正可以有毛利的儀式 然後可以有這個 就是毛利的腸道來支持 所以在這裡面可以 有任何神聖 我們策定會考慮的儀式在這裡面 所以今天如果 任何一個孫尊 所以我剛才講 他是一個馬賴 但他非常特別的是 以前馬賴是在 一般的 我們講 伊維 都他們的部落裡面 那是部落的 身份認同 但是今天他在一個 國家的國務館裡面 他做國土認同的時候 他用一個相同的信封 跟相同的 所以在這個 所以在這個 空間裡面所取代的 任何的一個事情 就是跟 部落的效力是一樣 他是更高的層次 他是一個國族的層次 那在這個國族的層次裡面 他們當初定義 這個整個馬賴是 祖先的生理 然後 然後 然後百糖衣條約 他把一個百糖衣條約 就放在這 馬賴的正中央 所以他是一個 明明期然的心臟 所以他要遵守的就是 多元共識 雙元共識 雙元共識 這個姿勢 然後 實際上面 這個馬賴 他代表的是一個 身份認同的問題 他最主要是認同 或是有限的文化 然後還有最主要的 這個馬賴 他是兩種文化的體現 然後 他也是一個 我們講的 就是他的祖母 那這個祖母是一個國家的祖母 然後 他也是一個權勢的象徵 那這個 這個空間 他象徵的意義 他對於這個 通用口的回合 是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這個空間 叫做巴雷的意義 就是他的祖母 那這個屋子 他是用祖先的形象來打造的 所以 所以 大家可以想像 就是一個人 他的頭面對著你 所以 他這邊通常會有個頭像 然後 面對著你 我雙手撐著你 也是屋簷 然後 我的背 就是他的那個整個背景 就是那個 房子的中間的那個 兩個那個部分 所以 他是用這樣的一個形象 所以 通常呢 他們會稱 毛賴 都是用 這顆頭 這個祖先的頭 來稱 所以說 如果這個祖先 他所標的這個頭像是 是女性的話 他們就會用虛來代稱 這個 如果是 男性的頭 某一個男性的祖先的話 就會 所以 他把整個祖先 植物其實是一個 女文化的概念 那 在 他要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 如果是一個 這個部落的歷史 我們可以找個巨像的名前來做 但是 他如果是一個國籍的象徵 我們怎樣來做 他 後來他們用的是一個 石化的原物 一個叫做 貿易的神話原物 這個 在他們的 幾乎是各地裡面 共同的這個神話原物 所以他沒有這個神話原物 象徵 各國人的 那可以看得到 我 剛剛等各位看到的 這個是 功能的馬賴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在部落裡面 他的馬賴就長到這個樣子 所以 在上面也有個 大家可以看 上面有個原像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祖先的形象 然後 通常在那個 祖先生物裡面 他們會有 把剛剛去世的這個 人 那個 祖先的照片 畫在這裡 然後 讓大家可以緬懷 那 我有問過那個 就是 就是 就是我的 報導人 他有告訴我說 有部分 的 地方的 風俗 的確會把 通通放在那些 植物裡面 做一個相機的地方 那 前面這個是 有座椅的 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然後來 就是他的聚會 所以一般的聚會 會在這個 像是天長板 跟我們 建設的 前面 這個 操作 這是大概 吞落已經的情況 那其實 Depapa 作為一個 國務館 他也有 那個 馬賴的收藏 所以他也收藏了 一些 部落裡面的 實際的這個 這個 會組成這個形象 但是這些都不具功能性 他只是一個 物件的產品 那 剛剛我給各位看 這個廠商 他的真的功能 然後他會在那邊 舉辦 他的 部落的儀式 然後 那 既然有了一個 神聖的空間 誰來 補持神聖的儀式 那 Papa 國館非常特別的是 他們每一年 每兩到三年 會舉辦 一個 部落的展覽 所以呢 部落呢 就在同時 太子 會被長老 住鬼 所以呢 等於這個部落 在國務館裡面 舉辦他們 部落展的時候 他的展望 就在這個 國務館裡面 成為一個 主管的展望 然後他就主持了 這個國務館 剛講的公園馬賴裡面 所有的儀式 好 那 這樣子的話 最主要是 部落在這段期間 就成為這個 馬賴裡面 所以他跟國務館 是分開來的 他是跟災難 放在一起 好 然後這一位就是 這一位就是 現在在部落裡面 就是 就是 長老 那你看得出來 他其實 不完全是 毛利人的獎項 他是混血 好 所以我剛剛講到的 其實 血緣跟血統 在這邊就被打破了 因為以前在 一個部落裡面的時候 通常我的 所有的 親人 跟我都會是 這個部落裡面的 大情緣 或小情緣 好 所以 如果沒有滅絕 這件事情的話 部落跟部落 是這件事情的話 基本上面 他的 通通的結果 是 比較少 他只會跟親近 有好的部落 所以呢 這位 其實這個 告訴我說 他覺得 今天 我雖然 不可能會有 國族認同議題的產生 或者是在毛利人的 這個生活裡面 他覺得 經歷面絕的 這件事情 可能被面絕的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說 他們第一次 覺得 我們必須要 共同的在一起 去面對這個 可能被面絕的危機 我們不能夠在 各自的部落裡 所以 產生了 通婚 甚至跟 就是百人通婚 然後這個血緣上的交流 當他們今天 可以產生 所謂共同主題 這件事情 因為以前主題 只是部落的主題 我只認同我部落的主題 但是現在 都會產生一個 共同主題的概念 跟這件事情 成為相關 然後 那 究竟誰 是可以成為一個長老的 因為剛剛看到的那位長老 他只有53歲 過去的傳統裡面 長老大概就是 一定要年紀很老 那 他只有53歲 所以 其實上面 他所有的東西 都是在他長大以後 習得過的 所以 其實上面 他是在整個文化附陣的過程中間 變成的很年輕的長老 那最主要還是根據他的家族學會 爸爸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因為他在土土裡面 他是一個好的位置 那最主要是跟馬奈 馬奈的氣層有關係 我會從我們女生那邊 進行好的馬奈 然後我在這個基礎上面 我再增加個人的攻擊 所以我又會有強大的馬奈 我可以成為 就是文化商的傳承 那 剛剛講到的 這是國務館的這一塊 那國務館下面 有一個叫做回歸計畫 這個回歸計畫的話 他 其實上面 他在1970年代就開始了 那1970年代 還是他們的國家國務館 其實我剛講的還是一個殖民地 國務館概念的時代 他那時候是有一個毛利的館長 那這位毛利的館長 他到很多其他國家去 歐洲國家去討論的時候 他發現他的底線被獎勢在國務館裡面 所以他心急了要把他 已經帶回家裡面 所以他就開始努力 其實上面他們變很久 一直到1989年 才第一個成為文化 所以當時 在當態度的時候 是非常困難的 幾乎 不太有辦法 可以到你們來做心理 那第一宗的案例是 澳洲歸買的 所以實際上也是在一個 就是文教是 對原住民家 比較了解的一個 國務館 所歸買的證明 然後在2003年的時候 這個計畫才正式執行 那這個計畫正式成立的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當時的文教 有政治是支持的 那支持的最主要的 最重要的因素 是在於他一些長社的精美 所以他可以持續 不斷地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政府在這裡的 審某的角色裡面 很清楚的 他是一個 透過國務館這樣的機構 然後可以足夠的才能支持 然後用國務館跟國務館之間 已經有了網路關係 去做這樣子的回歸計畫 那這個回歸計畫裡面 有五個很重要的原則 第一個是絕對不買 我真的是用文文的方式 我絕對不買主仙的儀牌 然後這件主仙的儀牌 必須要確定原初年期 那其實混滅是很容易 很多缺人的 所以這些 我以為我是發文美電視的 是來的一些儀牌 那最主要是他除了 剛剛講的 就是國務館 作為一個重要的機構之外 他必須要有職業的參與 所以他們有個委員會 那這個委員會到底 在做些什麼事情 等一下我會講到這個委員會 他們的主要功能 但是在國務館的概念裡面 我會覺得 以前在毛利主人做這種恐怖的事情 把敵人或者是女性的頭部交替出去 但是經過這個百多年之後呢 他們認為回來的這些人 回來的這些頭部都是主人 不管是當初是什麼樣的原因 被使交替出去的 也都獲得一樣的身份 是一個主身分的身份 所以最主要的是 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總變 他本來是一個 毛利主人非常羞恥 提到的過去 因為受到的這個情形 有大的影響 他覺得這做了一些 也蠻的羞恥的事情 但是呢 在整個國族認同的這個 科目影響 他重新塑造了這個Polimoto的概念 不但在名字上轉換成了Polimoto 不再是用Polimoto的 這個比較舒適的原因 而且他形象面 他做成的共同事物 甚至是整個毛利主人的共同事物 而不是一個部落的事物 然後最主要的是 族人對於 為什麼會贊成是在一個國務館裡面 做這個企劃 最主要是因為 Polimoto是他們唯一的國家國務館之外 他們跟全球國際都有連結 所以他們覺得在身份上 比較容易做這件事情 然後剛剛講的 在那個政府邀請的條件之下 有一個是要參與諮詢委員會 那其實諮詢委員會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科目 是他要用證券的封屬 把這些科目都帶回來 因為早期的文獻裡面也發現 大概1970、80年代的時候 他們討論怎麼把Polimoto帶回來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錢 沒有政府的支持 所以他們是用國際的 航空有基本的移技回來 然後 但在之後呢 就是政府的經費益助 再加上國管已經落成了這樣的功能 然後他就把整個儀式 帶入到這個活動裡面 所以這個諮詢委員會 最主要是要讓他們用傳統的儀式帶回來 那他的觀念是說 今天這個離開家很久的主流 他是那種毛利人 所以呢 他也只記得毛利的舊工具 還有毛利人使用的這些傳統儀式物件 所以今天你如果把一個人帶回來 你會給他這些正確的工具的話 他是迷路的 他回不來的 他也不敢跟我們回來的 所以呢 他們就用不當時傳統的工具把他帶回來 所以 非常特別的是 我們一般台灣的 博物館裡面的點藏品 就是點藏品 如果今天我要展示一個植骨 一個狗孔 我就是在玻璃會裡面 好好地擺好擺放 然後甚至要有幾個乾濕 就是要有這個濕度的控制 溫度的控制 但實際上面 在Depapa 他們是拿最好的狗孔 去帶這些狗孔 他還是把它當成一個 遺失物件來使用 而不是一個想要在 就是 製作的指揮 那再後回來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儀式 叫做 褲子裡儀式 那可以看到上面 這一位老太太 她的頭上帶著這個 這個花環 這個花環它象徵的死亡 所以她是在那葬禮的時候 她帶著這個花環 一般來講 她們會穿全身黑的 但是有些部落 她受到了 你可以看到她的衣服 有點像是蘇聯來的花環 有些她受到殖民的影響 她們可能對自己部落的 有點像是自己部落的服飾 但基本上面 她們是全黑的衣服 是一個 是參加一個大的 應該要的那個 Dresscode 那你看到的下面這個箱子 其實裡面都是擺著 通膜的 通膜 它們基本上面 現在是不再展示 所以她們進場的時候 一定都是被包裝好的 在葬禮裡面 然後上面會 孤蓋著這個 在毛禮服裡面 像是非常珍貴的 這個 蜂蜂蜂 那蜂蜂蜂 通常都是用 鳥類的衣服 實際上她們在傳統上面 如果她們做二次葬 或二次葬 像那樣 蜂蜂從地下挖出來 再葬的時候 她們也是用蜂蜂包裝 所以 蜂蜂這個蜂蜂跟狗棚 她們是在蜂蜂蜂 那這個儀式非常的特別 她們歡迎人 都歡迎福利是什麼 是 或叫蜂蜂蜂蜂 這蜂蜂蜂蜂 大概會經歷 這樣子的過程 那 那時候我覺得非常好奇 比如說她應該開頭的時候 會有一個王蜂蜂蜂的勇士 她去挑戰來者 那她不能確定你來者 是善或不善 但是我那時候覺得非常的特別是 因為今天她如果是祖靈回來 你要挑戰什麼 你要挑戰祖靈嗎 後來她的說法是說 神經上面 所有的人 到達這個祖靈職務的時候 你都帶著你的腹蜂來 所以不只是你本人來了 一個祖靈也能整理起來 所以我不知道你所帶來的 除了你自己是善意的 還是不善意的 還有包括你的祖靈 是不是善意的 我也必須要挑戰 所以呢 其實她今天迎回來的是一個祖靈 她也不曉得這個祖靈 還帶了誰來 所以她還是要取代這些所有 她對一般歡迎陌生人的意識 那所有的這個整個過程中 我會發現毛利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有的儀式都是由毛利羽來講演的 所以一個長老最重要的就是角色 所以她能夠發表演說 適當的演說 而且這個演說必須是要毛利羽來演說 所以長老在這個整個環節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只有她能夠把這個整個儀式完成 那通常一個長老講完話之後 她後面就會有她的 如果是以前的話 剛剛是春人 然後現在就是晚人 她們必須要有一些歌 就是有一些歌舞 support她剛剛講的話 所以每一首歌 其實都在回應剛剛的演講 所以在這個整套的儀式裡面 做完了之後 其實毛利的語言也保存下來 音樂也保存下來 所以她在這個整個儀式的展現裡面 變成我們看到的 除了是實際上的文物回規以外 某種程度她也是在做的 文化史上的負責的文化 那她們這就是她剛剛跟我講的說 必須就是 今天這個 她還是叫她摸摸摸海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博物館的語言都會改變 就是叫她投一摸孔 但實際上在部落裡面的長老 還是叫她摸摸摸海 那剛剛她看到的那一位長老 實際上他們就是賣掉最多投一摸孔的那個部落 當時她們是一個就是重要的製作努力投一摸的地方 所以她在解說的時候她一直提到這些情緒的激動 這些哭泣都是真的 而且你要哭得越大聲越好 表示你對這件事情的深厚也不在 然後這整個過程都是說 就是靈的對話 它都是人對人的接觸而已 那重新回到這個整個毛利文化的概念裡面 剛剛講的很重要是瑪娜的獸 剛剛講的整個博物館 它是一個國家等級的博物館 現在整個毛利組只有兩個國家級的功能馬來 一個是在懷塘地 懷塘地的馬來是只有在 他們的National Day 就懷塘地區的時候開放 但是Depapa是第二個國家級的馬來 這個馬來是天天開放的 所以一些重要的國家儀器 都在這邊支持 所以這個國家所賦予的這個馬來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這個馬那 是他們所帶來的 所以今天他們覺得今天透過了這個儀式 在這個地點取行了回歸的儀式之後呢 這些風雲幕口過去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都被襲擊過了 然後本身這個風雲幕口可能被upgrade 到一個國家級的馬那的程度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一點是 它在國雲的認同上面呢 他們認為這個透雲幕口已經被upgrade了 或是被那個馬那被增強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最主要是他將來還要回到他的移民 所以他們的終極是要回到他的移民 他的部落 能不能跟部落子孫重新接受這件事情 就要看他是否這個風雲的孩子 有一些馬那 然後剛剛有提到的就是說 其實這個整個過程 它其實是一個文化附贈的過程 那最主要是他們提到就是說 現在開始大家有對文念這件事情 產生了興趣 然後也有年輕的被譯文念 所以他們覺得這種 除了這個有型的文化慈善被附贈之外 有型的文化慈善也開始在做一些 就是社會上的文化效 然後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現在西方有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你現在回歸這些移台 你到底有沒有要再上它 就是你要再把它回歸 變成移台的身分被被盪在裡面 可是實際上面 勞力主任現在有兩派說法 有一派當然覺得說 我遇到這個主題是誰 我給他買了就好了 因為也查不出來 但是有另外一派的說法就是 我們應該要研究它的文面 然後我們重新帶來附贈我們的文化 透過這些文面的研究 可以得到更多的讓我們傳統知識的部分 但大部分的國管人 當然覺得它當初被製作的目的 就是為了永久保存 所以我不應該要再理它 所以我們今天回去重新討論 物的性質 在這個過程中間 其實我覺得我想要講的一件事就是說 它其實是一種身分的繼承 今天這個通一夢口它在這裡 所做的不管 目前還沒有任何依存回到部落 不管是怎麼樣的狀況 它最主要是記起一種身分 也就是它是一種身分的傳統 所以對毛利圖的這個身分的強力 還有這種本身一個生物跟傳家寶的概念 是這個部件非常重要的一個個性 那下一步要做的 其實他們現在做的子座的第一步 我剛剛講說盡量的把它從 某館要回來 其他某館要回來 但現在深圳要做的 其實是讓它回歸到它的尾書的社群 也就是找到它這個PoE-moko的認識身分 把它還給它的子孫 在遺骸的部分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不是PoE-moko 是它一般的遺骸的部分 其實已經有蠻多歸傳到它的原始的社群 最主要是因為 當初那些資訊很好的比較多 比如說它是從哪裡被挖掘的 因為它不是到過的行為 是挖掘的 所以它從哪裡被挖掘的 然後有比較完整的紀錄 但因為PoE-moko 當初是被視為一個藝術品的概念 所以很多博物館對它的描述 其實都是從一個比較藝術品的概念去描述 所以對於它真正的身分 它描述的社群結局是滿在意的 那這些資訊可能在重介上 但是因為非常多的轉手過程 因為這些資料是散失的 所以目前沒有做一點identify 所以它們在做的是兩種部分的研究 包括是物質的研究 物質的研究的部分 它做比較是各種證據研究 所以它的歐洲國館還是會違背它們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 法國其實有拿去作業的檢測 有得到一些結果 然後另外一個是文面的研究 雖然文面的研究裡面 我們提到它不太會表現到區域性 或它的特定的部落的地區性 但實際上它還是有一些線索 可以把這個人的傳記 從它的這個文面上面讀出來 然後之後呢 去在歷史上面做一些搜尋 因為多拜有這樣子的文面 或是真實的文面的話 它基本上面它們也可能是 歷史上可能 口傳歷史上面會被記憶的人 會被傳承的人 所以它們有點想 從這個本身解析這個文面 然後呢 對這個文面重新做一些文 就是個人歷史的介底 然後再從口傳歷史上面 去做一些文 那在科學的研究上面 其實毛一族現在是不願意做科學的檢測 它們是拒絕做任何侵入式的一些檢測 它們現在也不想做的有兩個重要的理由 第一個是文化上的理由 因為剛剛有提到 它是一個人不是擁入 我現在沒有辦法取的 它的同意說我要取你的BNA做什麼事情 所以它覺得在文化上面 我們沒有辦法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是科學上面的限制 就是說現在BNA的檢測 到底能不能最終的找到這個人是誰 他的子孫是誰 如果找不到 或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子的結果的話 它們覺得沒有做得很重要 那後面在下一頁 這一頁 這一頁講的就是 剛剛講的那個Bug做的檢測 Bug做的檢測 它只能identify 它跟Dorskolin一家族是 與經歷連結的 然後在那個衛冥研究上面 它甚至可以追錯到台灣 就是這樣子的經過而已 所以並不能夠特定的找出來它是誰 或者是都要做全部的 其實都要做的全部的 毛利服的材料 有必要辦法做就是非常好的 所以回到這個DNA的這個議題 實際上面 實際上面 就是在保護管工作的人 現在也覺得 DNA的檢測 第一個當然是沒有那麼容易 第二個是 他們覺得就是說 如果沒有辦法有效果製作 我就沒有辦法去變 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只能說 它是我們共同的主線 它是我們的主題 這樣子 所以實際上面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就是遭受到滅絕的這個威脅 就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 就是變化 所以現在他們能夠認同這個 國族的概念 很多也都是從這樣子 一個背景上面產生的 所以基本上面 我們現在能夠 現在頭髮已經把它塑造成 它是一個共同性的概念 之後呢 它真正的挑戰跟困難 是怎樣得到 它的民主的社群 找到它原來的身份 所以 基本上面 大家現在會共同支持 是因為很多人的學 其實是跨了好多個不同的部落 所以已經對於過去來講 相對於過去來講 它已經比較難分得出來的意思 所以 我們從現在回頭來看 它其實在整個概念上面 我覺得它是從一個黑暗 暗黑影產到一個文化傳承的過程 當然它在物性上面有非常大的轉變 原來在傳統的毛利社會裡面 它可能會有很多種不同的區別 比如說今天我要製作它的女的 也是有非常多不同的區別 然後跟部落之間的關係 也是有一些區別的成分存在 但是最後它被松藏到 就是博物館裡面的時候 它已經被簡化成一個一個概念 就是它就是一個毛利族的人頭 它可能在某一個時代上 像是一個越南的象徵 可能到之後呢 它會變成一個保存了良好的DNA 在將來可以做一些科學檢測 在整個博物館裡面 對它來講 它是一個物件的概念 跟一個頭 撐的印象 它代表了點西蘭 或它代表毛利 但是回到了DNA之後呢 它基本上面 它就要再翻轉這個物件的概念 所以它重新回到它的文化裡面 通過馬來的儀式 通過這個國家的這個獸禮 國家獸禮的這個新的努力 它變成一個共同的體驗 然後所有的人 對於過去那個黑暗的歷史 比如說像歐洲人 歐洲人像毛利圖購買 就是購買的頭顱 這樣子的暗黑的儀式 重新做一個轉換 當它這個遺骸的這個回規的這個行動 就更具有國家的 國家的我覺得很難 所以基本上面 我的幾點就是個人的發現 第一個當然就是 這個議題的產生 是一個古典的議題 原來的就是 收藏的議題是一個古典的議題 因為有這個議題的產生 才有今天的這個 就是我們稱之為比較未來的議題 就是這個文化裡面的這個議題 然後當然在國際法上面 其實是沒有太大的著迷一點 可是基本上面 我們從來看待 國務館研究一個 頭顱的這個概念來講 它其實創造的是非常難學習 它在某種意義上面 因為這個頭顱的存在 而創造了 Hopapa國務館跟歐洲國務館的連結 因為要產生這些連結 所以它必須有很多文化交換的信用 然後在這個文化的交換裡面 它基本上面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連結 然後在毛利圖本身來講 它是一個今日的子孫 跟過去的主題的連結 所以它的這個連結過程中 又它的這個文化 已經能帶回來 所以我自己是這個物件的一個 重要的樞紐 那這個重要的樞紐 是它連結了現在的子孫 跟過去的文化跟傳統文化 然後現在的Hopapa跟邏輯的其他的文化 然後當然它也持了一種 就是我們從某一種程度來講 歐洲國務館也意外的保留現在的文面 也就是過去的文面跟現在子萱重新見面的機會 其實上面文面的文化已經消失了很長一段時間 那剛剛講的 那麼之所以沒有辦法練習這些東西 也是這種其實已經在 就是口傳歷史中消失了 所以基本上面 如果要重新的恢復這個文化的話 可能在有型的這個形體下面 這個150是可以做為一個民作的接觸 重新再去找一個體驗的文化 那當然得到Hopapa 它這個整個文化 它這個整個組織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一個它當然是一個超部落的組織 因為它的那個功能性的麻賴 讓它不只屬於一個部落 而是屬於所有的部落 然後大家也都有輪流不作的機會 所以它變成一個超部落的組織 然後最主要是我剛剛講的 它在整個整串的儀式過程中間 它重新恢復了它的女的火化 還有它的舞蹈儀式 那這個部分的話 現在在我些部落可以看得見 但是有很多集中在都市 都會裡面必須的毛衣 是比較少參與 或者是有機會看到這樣子的文化 那透過每次的文物回歸 然後透過媒體的播送 這些文化就再次的背景化一次 那最主要的話就是 我覺得在這個回歸的裡面 它有幾個啟示 第一個啟示大概就是 它創造了一個組織對組織的 一個文物回歸的感慨型態 因為過去人類遺憾就是在大部分的國家 都是某一個部落裡 然後自己去跟國務館做交涉 所以都是一個一次性的活動 所以都要耗費很大的力氣去 去跟國務館做接觸 然後也未必能夠達到它的一個效果 所以透過給啪啪這樣子的品質 它等於代表了所有的毛衣的人 然後一起去要文字的品質 所以它不論是一個國務館 它熟悉一個國務館的理會跟工作方法 所以它產生一個主持對引擎的 談判的心態 這是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另外的話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說在法律上面 國際法上面 就是取得有力的角度來做一個回歸 但是它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文化機構 就文化跟道德的寫相 道德的寫相當然是它一直強調 這是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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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也透過一個文化的角度 就是一個在面的心態 去讓這些國務館理解 今天我跟這些主持人還是有卡門詢的 我跟我的川普文化還是有維持性的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 越來越多的成功 讓他們能夠蓋得這些品牌 然後最主要的 這是什麼東西的下 然後當然還有一個最主要 它是透過一種文化複權的方式 因為國務館是一個文化組織沒有錯 它是在這個文化組織裡面工作的人 它基本上面還是一個管理的身份 可是它透過長老來主持這些仪式 然後受了這些瑪納 所以讓整個文化上面 它變成一個文化複權 還是一個政治複權的方式 所以透過這個文化複權 它讓很多人都有一個參與的機會 就是用正確的儀式 做正確的事情 所以 可以跟它國務館的這個整個計畫 結合在一起 產生一個行政有效率 但是文化上面又能夠 就是調成一個方式 所以 我覺得這是它三個比較成功的 比較成功的原因 然後最主要的是未來 我在想還是回到那個 最主要的就是它基本的物質研究 然後去找個它原來的身份 當然這個是相當困難的 目前都還沒有成功 可是 這可能是他們下一步要過的事情 然後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科學的發展 如果是不再利用 不透過任何侵入式的做法 也能夠取得一些科學的證據 然後能夠做一些科學上面的檢測 有效的檢測的話 或許有新的未來的財心的環境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這個 我們的獎者這個聲音受傷 比較辛苦一點 非常特別的一個題目 然後獎者具細靡靡的 幫我們介紹了這個主題 我們現在時間有限 大家有什麼問題就趕快提出來 來 好 其實我想問 要大聲一點嗎 好 對 好 其實主要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關於文化負政層 就是 會不會有長輩 或是有晚輩 期待 他的長輩被 自己 就是用製作 把長輩製作成 然後 國面投入的方式 來進行的話 就是這樣 所以當代 就是當代 當代去國 第二個是 就是關於 可能 國面投入的回歸 回歸部落的過程 那 會不會有 有沒有 有什麼 就是 比如用 一些傳統統教 或是用當務的儀式 像原本 去跟 今天對話關係 然後 去找到一些 法案 然後 做為一種 一些 就是用傳統的方式 找到 原本 國面投入的 來源 謝謝 謝謝 我們再收集一下之後 來 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問的 我知道我們有幾位 博物館專業在這裡 問一下那個 館員的背景 因為他有提到 就是長老會議 然後 進整個回歸的 那個 操作上面 包括長老會議 跟行政上面的融合 那館員在這邊 代理他們 就是他們的被 他們的背景 要帶領的角色 是協助 還是是說 他們有一些 怎麼樣的權力 或是 或是跟長老之間 來做一起 我想說 你好 然後請問一下 對 剛剛在 您想到提到說 國務館 就是 跟當地 比如說 國務回歸的群體 他們之間的角色 聽起來比較常是 個案跟個案 然後 也有提到說 就是現在在國際法 其實是沒有辦法 有一個 不管是簽署的法條 而多是那種 宣言性的東西 所以 所以現在在 比如說國際法 就是就國務館各層次 都沒有一個 就是比如說 中立的第三方 可以來做幾件事 而就只能是 比如說 就像這個 阿里中 就是比如說 毛利人他們要自己去 為他們國務館 做協商 謝謝 會不會這四個問題 應該會想 請可能的 再提示一下 第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文化附贈 那個或什麼 包括製作 什麼 我現在是沒有聽到這個案例 但是我想當初的理由 就是文面的保存 第一個現在 擁有文面的人比較少 第二個 現在有其他保存文面的方式 比如說用照相拍照的方式 所以看起來它好像 不是它真的的重點 然後我也沒有聽到 類似的案例 對 然後 第二個是 零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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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很有趣 實際上是有 因為在管理 就是在那個 Depapa管理馬來的這一位 就是 他有接受我的訪談 他一再跟我強調 就是說 所有的 所有最重要的事情 是零跟零的溝通 有一天 他想告訴你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你 所以呢 他們在進入那個 YKITA的時候 他們實際上面 是必須要做一個請求的 所以他必須要先進去的時候 他先 先 有個告知的行為 然後他要做導致 然後 如果 他得到了一個許可 但至於他怎麼得到那個許可 他告訴我說 你就是靜靜的坐在那邊 他會告訴你 YES 可以進去 然後 他進去的時候 他就開始做這些工作 因為 還是有一些博物館 典藏要做的工作 比如說 有人在他的人頭上 貼了一個貼紙頭下方拿下來之類的工作 然後做Cataloging 要做拍照這些工作 那我也有參與過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 博物館的那種典藏工作還是要進去 所以 在外面他不一定進去 但是 他們離開的時候 就會在身上灑水 潔淨他自己 然後 祖靈不會附在你的神場 不能離開這樣子 所以 在 他們稱之為 這個神聖的這些場域裡面 不能有水 不能有食物 這是他的文化上的禁忌 因為這些 這個屬於日常的 像水跟食物這些 東西都會破壞神聖 所以 日常跟神聖是他 所以他有做過這樣的建議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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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跟我說 似乎我們的祖靈很喜歡你 有帶你來 所以 我就在想說 下次是我去嗎 因為我為了毛利 應該不太有用 但基本上面 他是相信那樣的事情 所以 發生過沒有 沒有 為什麼 他說 有些 他那時候的解釋是說 其實 有些 但是 祖靈在 死去的那一剎那 他也是相當不理會的 對啊 所以 他是說 有一天 他想告訴你 他是不是告訴你 就是 可是他沒有幫他主動去溝通嗎 呃 有 他有試過主動溝通 而且他甚至也有告訴過 另外一個 秘密愛女 來主的人說 他們應該試著怎樣做 因為 那時候 就是其他的那個 博物館也有來 就是參訪的時候 也有更多類似的問題 那他們是說 他們其實是試著要這樣做 但是到目前為止是沒有要成功 那我們還有兩多 另外一個問題是有關那個 博物館管員 好 那整個支援機制是這樣子 我剛剛講 他們有個重要的回歸計畫 那回歸計畫 你們的管員 他們也叫做 Curator 這些Curator 他們最主要是把 找到 identify 有哪些博物館 有他們的 就是 某一某個的收藏 或者是其他人 其他毛利主義台的收藏 然後他們開始做一些 行政聯繫的事務 然後一次到達成 要違規這樣的承諾 那之後呢 就準備儀式的部分 儀式會分兩塊 儀式會分兩塊 一塊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無形文化資產 就是在整個會所裡面 所取代的這些儀式 然後他是透過 當時助館的長道來做的 然後這個怎麼做的這個建議呢 是透過諮詢委員會 也就剛剛講的那個委員會 來給予建制的 然後委員會有點像挖群 這個整個過程 或者是說他們協商之後 一定會能願意來當成功 也有可能 所以一個是風俗指導者 一個是實際執行儀式的 助館長老 然後再來的話 還有一種是有形文化資產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點藏品 都能夠成為 可被使用在儀式裡面的路階 那那些是博物館的館員 就是收藏部的館員 會準備的東西 所以他們在整個過程中間呢 還有一些 我剛剛講說 必須要做歌舞的展演對不對 就是要回應長老的講話的 這些歌舞的這些人呢 多半也都是館員 所以在館員的訓練裡面 他們除了一般的管務的事務之外 比如說他是收藏組 他就要做那個延藏組的工作 他是什麼組 就要做什麼組的工作 但是大家共同的會 這個長老會教導他們 毛利土的歌謠文道 然後你作為這個儀式的時候 館員可以去 support 他們做這些工作 有一點好奇 這個館員 一事無關的這些館員 是不是希望他們有毛利給錢 還是無關 不一定 他其實整個博物館裡面是開放的 所以他們學習那個歌舞 因為新的館長來的時候 新的那個長老來的時候 他有他自己部落的歌謠要教 所以每個人都重新學習 然後那時候 其實我被邀請去學習 但是我還是不會唱 總而言之他就是有一些動作 然後跟那個歌謠的那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你即使是白人館員 你也可以申請參加 那這個都在他們的教育訓練法裡面 所以博物館是會給他們家的實習 讓他們去學習 還有一個問題 國際法 對 國際法上面現在是沒有 所以他們通常都是從國家法 剛剛講的比如說像法國 就是要回到他們的國家法去考慮 就是怎麼樣去解除他的國家保障的身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他們自己有說他機構 會有機構自己的政策 那通常是從這個兩方面 他們去做研究 那過去的話最常遇到的是 他們其實並沒有一個 他們可能就是要你提一個Propos 比如說像那時候 他就是 有些博物館他就是要你說服我 我為什麼要讓你把你的祖靈帶走 你要說服我 所以他要做一個Proposal 那做完一個Proposal之後呢 他們就會把它送到他們的委員會 最常發生的在大選博物館 裡面他們就會有一個討謎題 在討謎題裡面的話 他們就會有學校裡面的法術專家 學校裡面的就是 國務館的人員 還有學校裡面的就是 校方裡面的高層人員 所以這個討謎題就會針對你的Proposal 然後來review這些理由從不從不 所以我當時聽到的就是說 他們成功的案例越多 對於未來就是越多 所以在剛剛開頭的前面的幾個案例很困難 第一個是環境上面還沒有一個很大的支持 然後另外一個是他們自己也沒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在支持 但這幾個人就變得比較容易 第一個是環境上就是在整個國務館的環境上面的改變 氣氛上的改變 然後另外一個是成功的案例 當方在Proposal的時候變得非常厲害 那我有一個意見 然後有一個問題 那你還能稍微回應一下嗎 第一個就是關於你講的 你講的好像算是樂觀 就是說他們已經可以處理他們的暗非歷史 那你講的暗非歷史 這個西方人交易的這個部分 那為什麼是暗非的 因為實際上是他們的人在製作 就是指定這個要這個人的頭 然後再去就是傷了一個人 換了好色槍 那然後現在變成是一個處理了 實際上我不太知道怎麼處理的 那因為我會想像中 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這些就是有一些人可能 他是有權勢權的 我們知道沒有一個社會是同行的 有人有權勢權 他覺得療癒了 那可能有些人不同意 或者他覺得還是缺了一些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我就覺得跳得很快 我覺得這麼容易做嗎 因為1840年結束這個部分 可能還在口傳故事裡面 在記憶裡面不是那麼容易帶回去 另外一個就是說他們是 因為以你的說法的話 實際上我們不會把 我們不會把祖先的頭顱當商品賣出去 我們最終賣敵人的被拿過來的那些頭顱 或者被我們砍掉那些 敵人的頭顱 再來就是努力的 所以那他現在要回歸的話 他出去的時候是作為一個人頭顱出去 不會是我們出來 因為每一個部落都是保守自己 他不會承認他沒有辦法保守自己 所以他很重要是 那是敵人頭顱 所以跟他沒有關係 他不會承認跟他出現的頭顱 所以這些人跟他沒有親屬關係 沒有一個人會承認跟他血緣關係 可是他們現在你的論說方式 說正方的準先 這個我滿驚訝 又是像剛剛講那個轉折 其實以原來的脈絡來講 好像這轉折的差別非常大 那怎麼做到了 然後他現在變成一個集體的人 是毛利人的 那剛剛我們也說他的衣骨 部落的概念是最重要 部落跟親屬密切的扣在一起 所以怎麼從血緣關係地緣關係 轉到一個國族的概念 然後就跟紐西蘭的白人 變成一個雙人的國家 這個怎麼處理他們這麼重 祖骨 重血緣的這種觀念 因為Mana也是從血理繼承來的 所以這兩個原則不太一樣 因為國族說這個我們知道想像 是比較空的 可是血緣Mana這就是很密的 他都跟你從哪個地方出來 你哪個家庭有關 所以這兩套觀念怎麼能夠扣到一起 還是兩個在飄著 其實他下面還是有很多爭議 因為現在講起來就是好像是 好像很平順 可是是不是另外還有一些爭議 那這是我兩個意見 我想這兩個不是那麼容易 那另外一個可能你處理過 只不過今天因為你現在講 所以講的是文明投入 另外一個其實是人體 古骸其他沒有文面的這些古骸的部分 那好像也拿回來的 那我和我就是不知道他的脈絡 因為剛剛我們講的其實就是 所以Moco的脈絡 那他其他古骸的脈絡是什麼 好 那個老師我先回答你前面兩個問題 的確這也是我覺得這個論文裡面最難做的一塊 是因為我沒有辦法取得脈絡的觀念 就是說我現在所取得的 唯一接近脈絡的觀念其實是 那因為本身他也在博物館一段時間了嘛 所以他對他比較難過接受 博物館的做法跟想法 我也有發現他在語言上面 一字不稱他叫做Pony Moco 他知道他叫Pony Moco 他每個人都叫他Moco Moco牌 這次是他在講這語言的時候 我覺得我警覺到的 其實上面某種老師講的 認同還是不確定的 我覺得現在最大的爭議 不是最大的爭議 不是最大的困難 是還沒有任何一個實際上 回到他的部落 所以我們知道 當部落知道這個Pony Moco 是我的祖族的時候 他會長的反應 那不光是Pony Moco這個問題 實際上面連馬來都有這個問題 馬來是要建立整個國族認同的時候呢 他們其實要花很大的力去告訴你 就是一步落為單位的這些毛利組 我們經常建構的一個國族 一個雙人的概念 在我們的馬來裡面 或是毛利組可以用這個馬來 白人需要的時候也可以用 那最後他們的 白人需要的時候可以用 但是主持的人 還是必須要被說毛利組 長老子的主持 所以等於他們是把他們的文化 分享給了這些其他的Pony Moco 所以實際上面 整個國館裡面 他都一直在充滿王西剛講的這些正義 就是作為一個國族象徵的這個正義 其實現在還是沒有真的那麼穩定 國客人的關係還是沒有真的那麼穩定 但是的確有一個力量是通過媒體的傳播 這件事情可以讓他比較硬件區域去謀 所以他們現在還是一直把它塑造成一個共同組合 共同組合 這是我們大家過去的共同組合的一個概念 還沒有處理到部落的層次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的研究員 還沒有辦法再繼續的這個部分 那在老師講的這個爭議 比較明確的是明確發生在 不是毛利公共的這個舞台裡面 對 那這個舞台比較 當初他們會有一些爭議的部分是 就是我不能確定從我這邊的挖出來被銷售 被偷走的這些遺骸 當初是怎麼被偷走的 因為遺骸怎麼被處理 像毛利裡面就像老師講的那個MANA是會解鎖的 因為它是一個不光彩的東西出去 它基本上面已經沒有MANA了 我明明要要它回來 所以有時候他們結束的時候 會第一次的確產生這樣的理由 第一個我不能證實 就要給我非常好的證據 證明是從它是我的主力 否則我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第二個是 它到底是怎麼離開的怎麼回來的 我要知道的非常慶祝 我要不要再讓它回來 這是另外的 所以 所以過去的確他們告訴我說 有這樣的例子 就是他們已經都確定了 這個遺骸就是這個部落了 但是部落還是希望它站住 再來抵抗它 並沒有抵抗它回去 真的並沒有要這個遺骸回去 那我去的時候 本來有個機會可以參與 一個回到部落的那個遺事跟 杜宋那個祖族回去 那那次也被教訓 那我第二次再去的時候 還是沒有屈心 那後來他們私底下也聲到處說 極有可能他們部落裡面有很大的爭議 還暫時還不能解決那些爭議 所以沒有辦法讓祖族回去 所以的確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議題 那我現在看到的是國務館 它是從一個共同 就是凝聚國族 這本來就是它這個國務館要做的事情 只是在它凝聚國族認同的這個過程裡面 投影共和成為一個比較容易凝聚新聞交流 這樣來講 它比較容易被媒體報到 比較容易產生一些媒體的感情投射的這種做法 然後一直去做找共同的共同 它會去做一些事情 那我想我們時間已經完了 那我們就這一場結束 我們再次謝謝杜力欣賞 謝謝